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滴滴,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寂静之地。 电影一开始,一个屋口之家背着行囊,安静地走在路上,突然走到最后的小儿子手中的玩具发出了声音。 一家人听到后,惊惧地转过头去,爸爸疯狂地奔向小儿子,但还是为时已晚。 下一秒,一个怪兽冲出来,掠走了他。 原来在一场大规模的生物入侵之后,地球人几乎全军覆灭了。 男主这一家幸存了下来,过着安静无声的生活。 因为一旦发出声音,就会立马被怪物察觉,为了不发出声响,爸爸铺了沙子路来消音。 全家人只通过手语和照明灯来进行交流。 但最紧要的一个问题是,妈妈的肚子里已经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。 这天,一家人吃过晚餐之后玩游戏,弟弟不小心打翻了灯。 一家人大惊失色,干净收拾好了灯具,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死刑。 幸好他们等来的只有两只老鼠,一家人这才放下心来。 弟弟则满面惊恐地向家人道歉。 就这样,一直哀悼了十个月之后,即将到来的是妈妈的预产期。 而爸爸必须带着弟弟去到野外,教会他生存的技巧,这样才能够保护家人和自己。 回家的时候,父子俩遇见了一个老头,老头的妻子被怪兽给吃了。 老头发出了一阵凄厉的惨叫,引来了怪兽。 父子俩大惊失色,干净躲到了树后。 在他们走后,大胆的姐姐也悄悄地离开了家。 因为今天正好是死去的小儿子的忌日, 所以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,等到了晚上,父子三人还是没有回来。 而这时,妈妈的羊水开始破裂,她赶紧去地下室准备生产。 可是却踩在了楼梯上的一颗钉子上,疼痛让她忍不住发出惊呼。 她忍着痛拔掉钉子离开了楼梯,赶紧打开了屋外红色的灯,警示即将回家的丈夫和孩子们。 当她准备离开地下室时,发现怪物已经来到了地下室的楼梯处。 她赶紧躲了起来,从工具栏里翻到一个闹钟。 利用这个闹钟,她成功地将怪物引开逃出了地下室。 但疼痛实在让她无法忍受,她只好躲进了浴缸,而怪物也紧随其后很快地就摸了进来。 这个时候,爸爸终于带着弟弟回来了,看到遍布在外的红色警示灯,他们开始狂奔回家。 可是门口还有一头怪兽在守着,爸爸让弟弟去引爆埋在玉米地附近的烟花,而他趁机用枪射击了门口的怪兽。 顺着斜脚印来到了浴缸前,却只看到一滩血迹。 就在他悲痛欲绝的时候,发现妻子抱着新生的儿子躲在了旁边的浴室里。 刚生下的小宝宝张开嘴就哇哇大哭,爸爸赶紧带着妻子和婴儿躲进了地下室。 他用特制的消音面罩戴在婴儿脸上,还在地下室门口引入流水以掩盖婴儿的声音。 这边刚刚脱险,那边儿子返回时却遇见了危机,他察觉有怪兽在自己附近,于是赶紧钻进了玉米地的车底下,而远处的姐姐看到烟花后也跑回了家。 图形玉米地的时候,他遇见了追击弟弟的怪兽,但因为他耳朵上戴着爸爸特制的耳机,怪兽的耳朵受到影响,感到一阵刺痛,跑了。 就这样姐姐捡回一条命,并在玉米地里发现了幸存的弟弟。 两人躲进了装玉米的粮仓,爸爸安顿好妈妈之后,赶紧去寻找姐弟俩。 没想到他走后,怪兽竟然来到地下室,就在怪兽即将发现妈妈和婴儿时,怪兽却突然掉头跑了。 原来儿子那边又出了意外,儿子不小心掉下了粮仓,发出了声响。 很快怪兽就来到了粮仓,但因为姐姐戴着特制耳机,怪兽再次被成功逼退。 爸爸也根据怪兽的奔跑方向找到了姐弟俩。 就在一家人欣喜的时候,爸爸却察觉到怪兽根本就没有离开。 他赶紧让姐弟俩躲到车上,自己则拿着一旁的斧头准备对抗怪兽。 但他还是被藏在横梁上的怪兽给偷袭了,儿子担忧地叫出了声,怪兽听见之后又转头去攻击姐弟俩。 受伤的爸爸爬起来,用手语向姐弟俩比划着,我爱你。 最后他对怪兽一声大吼,而怪兽也朝他扑了过去。 爸爸的牺牲换来了姐弟俩的活路,他俩赶紧逃回了家,妈妈带他们躲进了地下室。 这时一只怪兽再次来到地下室,姐姐通过爸爸留下的耳机和扩音器,成功地将怪兽震得四肢酸软倒在地上。 但这并不能让怪兽致命,妈妈不得已开枪打中了他。 这一响引发的是成群的怪兽飞奔向他们的屋子,但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了制胜的法宝,为了声,他们必须战斗。 电影的第一部也就到这里为止,结尾已经为续集做好了铺垫,就让我们对第二部拭目以待吧。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。